首先用剪刀给板栗开口 洗净之后晾干水分 晾干之后呢 倒入一些植物油 充分的晃圆 倒在铺上锡纸的烤盘上 将烤箱预热五分钟 开上下火二百度 第一次烘烤二十分钟 趁着这个空档呢 来做一个糖水 倒入两勺开水 一大勺白糖 一点点盐 最后呢 根据自己的口味 进入适量的蜂蜜 充分的搅匀 二十分钟后打开烤箱 均匀的用刷子 把糖水抹在板栗上 继续烘烤十分钟 十分钟后呢 再次刷上一层糖水 并且再次烘烤十分钟 最后将烤好的板栗取出 略微的放凉就可以吃了 壳呢 很轻易的就能掰开 口感香甜软糯 爱吃板栗的可以试一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